2019年Cash金凡音樂獎頒獎禮 這日會展舉行 不少歌手藝人都有出席 曾經在八九十年代創作愛情嵌陣 《垂名浪子心》等多首名曲的填詞人潘元良 獲頒發音樂成就大獎 陳潔玲等歌手還即席演唱他的經典作品 其實幾十年下來 很多歌手、創作人 作曲的監製 他給了很多機會 然後我才可以有些作品來出現 都是很感謝每一位 不知道這位大前輩 對於樂壇的新世代又怎樣看呢? 其實你說難行又行 比起以前 其實由於科技的進步 多了機會都可以 因為你現在可以 什麼都可以自己做完 然後等到網上 是可以發表的 以前我們是沒有這些機會的 所以媒體發表的方式 是改變了 其實每個人都是向著自己的想法 向著自己的要求和夢想來創作 我相信總會有一些新的 總會有一些好的 總會有一些令到更多人注意和感動的作品出現 其實除了填詞之外 潘元良還有做過幾次導演 去年執導的聖河西謀殺案 預計明年就會上映 今次我是導演和改編 有些 就和鄭秀文 和阿薩他們合作 對呀 他們合作的過程都很順利 來看 有沒有 機革 有家